去年12月7日,新疆军需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召开年度军事训练考核总结奖评会。 不久前某工兵团28名官兵,冒着严寒跳入水中架设浮桥的先进事迹,受到军区主要领导表扬。 冷,天山北路的这一片区域,短时间内气温骤降。 此时,站在泛水的周体上,新疆军需某工兵团周桥连副连长万金睛的额头上,却渗出一层细汗。 着急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军需系练考核组精心选择的这片水域。 尽管由于有水流循环,水面尚未结冰,带水花见到周面上,依然冻出了冰茶。 浮桥架设课目考核,进入关键时刻。 勾高手多次尝试将两侧周体连接,可站在结冰的周面上,脚下频频打滑。 压根时不上进,尝试多次军以失败告终。 其他作业手架是冲锋舟和气艇。 几次想要冲到周体附近提供动力,都因周体搁浅处水位太浅,而无法靠近。 怎么办?跟我下水? 没时间再犹豫。 万金睛话音刚落。 28名全副武装的官兵扑通一声,跳进其腰身的水中。 使出浑身的劲儿,推动周体往目标点靠近。 周体成功连接。 一座长200多米,在重数十吨的浮桥连接两岸。 比考核规定时间提前了近十分钟。 数十辆指挥车、工程机械车、绿书车从浮桥上隆隆驶过,开向集结地域。 下一场战斗即将打响。 郭金、许碧成、黄宗星、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记者梅士雄记者23日从退役军人事务不了解道。 中韩双方决定,将于清明节前,交接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仪海。 23日上午,退役军人事务部,与韩国国防部在北京就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仪海交接事宜进行了磋商。 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会谈纪要。 根据双方磋商达成的共识,韩方将于2019年4月3日,向中方再次移交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仪海及相关遗物。 双方将于4月1日,在韩国共同举行装链仪式。 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 从2014年至2018年,已连续5年成功交接58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仪海。 今后在韩发掘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仪海,韩国将继续移交给中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8年12月25日报道称,随着时任美防长的詹姆斯·马蒂斯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离任。 吴军是和外交政策经验的副防长,帕特里克·沙纳汉,将掌控美政府中最庞大、最复杂的机构。 美媒称,沙纳汉受命临时领导五角大楼。 直到特朗普总统提名新防长候选人为止,沙纳汉将负责执行美总统从叙利亚,可能还有阿富汗撤军的命令。 一名美国防部官员,2018年12月25日,向有线电视新闻网证实,沙纳汉已经取消了她的度假行程,赶回华盛顿。 报道指出,作为一名前波音公司高管,沙纳汉在美国防部的职责范围很窄。 她没有处理国际事务或反恐的经验,以往也出现过五角大楼负责人无服兵役背景的情况。 奥巴马总统的最后一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就是最近的例子。 17个月来,沙纳汉一直是五角大楼中,仅次于马蒂斯的二号人物。 沙纳汉几乎专门处理内部改革、预算问题,以及特朗普建议的太空部队这个新军事分支。 资料图片,接任代理国防部长的帕特里克·沙纳汉。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图片,已故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 图片来源于网络,报道称,一名高级政府官员,30日对记者说。 沙纳汉实际上,一直在管理这座五角大楼,而马蒂斯则把重点放在政策及其他事务上。 这位官员说,可能没有人比帕特里克,更了解五角大楼的内部运作。 2017年,美参议院以92票赞成,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批准了沙纳汉的任命。 但他的任命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报道称,一顾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对沙纳汉在一个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回答,提出过异议,并扬言要阻止他的提名。 麦凯恩曾在2017年6月的听证会上说,他对沙纳汉在向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仪式的书面回答感到不安。 沙纳汉在书面答复中说,如果我的提名通过,将密切关注,因为他无法获得机密信息。 报道援引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主席麦凯恩,在听证会的表态,这不能令人满意。 沙纳汉,麦凯恩后来又补充道,坦率地说,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让我非常失望。 沙纳汉接着说,他支持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但麦凯恩警告他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 沙纳汉,不要再这样了,否则我就不会在本委员会中,把你的提名拿出来进行表决。 麦凯恩还对沙纳汉担任波音公司前高管的背景表示担忧。 资料图片,在波音公司任职期间的沙纳汉,与波音787客机合影。 图片来源于网络,报道称,麦凯恩担心一位曾受雇于五大防务承包商之一的人,在五角大楼担任领导角色。 据悉,沙纳汉1986年首次加入波音公司,随后便在这个国防部主要承包商工作了三十多年。 在国防部任职之前,他还是波音公司负责供应链和运营的高级副总裁。 他的经验主要集中在公司的商业方面。 沙纳汉回避了所有关于的波音问题。 他在道德协议中说,他计划从与波音公司有关的财务利益中剥离。 报道称,沙纳汉是华盛顿州人。 在华盛顿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 他还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个更高的学位。 沙纳汉有三个孩子。 他已故的父亲,是一名存在约南服役的退伍军人。 编译汪强,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提,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访曾执行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的军队人大代表。 新华社记者梅士雄、樊永祥,连日来, 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对外商投资法草案,展开热烈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制定外商投资法,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扩大对外开放, 促进外商投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过程中, 中国军队将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 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海军岳阳舰舰长赵延权, 曾随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两次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 近年来, 中国军队始终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维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 2月22日, 维期11天的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队主题展览,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 展览期间, 参观者络绎不绝, 好评不断。 联合国副秘书长哈雷, 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中国发挥的重要作用。 感谢中国军队对维和事业持续而广泛的支持。 1990年以来, 中国军队已先后参加24项维和行动, 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9万余人次。 其中13名中国军人牺牲在维和一线。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承认理事国, 也是维和行动出兵大国, 还是第二大维和出资国。 事实表明, 中国军队是全球安全领域公共产品的积极提供者, 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正能量。 全国人大代表,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石磊, 多次出国执行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任务。 对这一点感触尤为深刻。 2012年7月17日, 海军乘舟舰远航3000余公里, 成功接护26名被海盗劫持长达570多天的台湾 急续负一号于船船员。 这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首次在索马里岸滩执行接护任务。 自2008年12月至2018年底, 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以为近1200批、6600余艘中外商船成功护航。 解救、接护和救助预选船舶70余艘。